好,範例1 在直線賽車道上有一個做等加速運動的跑車 其加速度為4,出速度為6 試回答下列問題 那跑車第五秒末的速度是多少 好,那我們直接使用那三個公式 我們先把它寫在邊邊 v等於v0加at 好,其實這是第一小題,我們直接用公式好了 v等於v0加at 那它要求第五秒末的 所以是v5 然後等於v0 再加上加速度乘以5秒 那加速度是4 正的4 出速度是6 然後時間是5 所以答案是26 就這樣子 第二小題 前10秒的平均速度 求平均速度 而且是0到10秒的 那平均速度呢 是需要有一個位移 對時間平均的 所以我們必須要得到一個位移才可以 需要得到一個位移 那要怎麼得到位移呢 可以用第二個公式 Δx 等於v0t 再加2分之1 at平方 好,那麼 數字代入 6乘上5秒 再加上 這時候是10秒 所以要乘以10 才對 再加上2分之1乘以4 再乘以10的平方 結果是260 60 再加上200 所以260 那這時候不是答案喔 因為我們還需要除上時間 時間是10秒 所以是260公尺 除上10秒鐘 平均速度26 欸 很巧的是跟第一小題答案一樣 跟第一小題答案一樣 這個 不是一個巧合 我們到時候等一下再回來看這件事 好,那再來第三小題 我們還有一個公式沒有用到 就是第三個 那我們這一個 就是用第三個來做做看 當我的位移等於56公尺的時候 求莫數 那第三個公式 v平方等於v0平方 加2aΔx x是56 a是4 乘以2 乘以2 再加上初速度平方 乘以2 好,所以結果是 36 再加上85 45 46 48 48 所以結果加起來是 484 好,那484的開根號呢 就是22 224 所以答案是22 好,這裡呢 就是回到第一第二題 為什麼 或是說怎麼會 他們的答案會是一樣的 要注意到一點的是 這是一個平均速度 0到10秒的平均速度 而 這是一個順時速度 是第5秒10的順時速度 那為什麼會一樣呢 明明它不是一直在加速嗎 它是越來越快的啊 那怎麼會 10秒的平均速度 總共0到10秒的平均速度 竟然會跟 5秒時候的瞬間速度會一樣呢 它是一個巧合嗎 並不是 它其實就是一個 等加速度運動的特性 所以我們畫VT圖 各位就比較容易理解 好,那我們畫VT圖長這樣子 一開始的輸出度是6 好,然後我們畫一下 第5秒的時候 速度是26 這沒有,Y軸沒有照比例啦 因為 塞不下 如果要 再繼續畫下去會塞不下 好,那這沒有問題 在 在 0秒的時候速度是6 5秒的時候速度是26 這是 第一小題得到的結果 那在 10秒的時候呢 10秒的時候速度應該是多少呢 應該會是46喔 因為 你如果 加速度是 加速度 是 4 那 經過5秒 45 20 那加速度會 速度會增加20 那再經過5秒 就是像這樣 這個 再經過5秒 就會 速度再增加20 所以就變成了26 46 26加20 得到 46 那這裡 畫這樣 要講什麼呢 我們要 算它的面積 算位移 它的位移就會是 7型面積 那也就是 26 也就是 6加46 乘以高 10秒 除以2 結果是 260 這個自己算算看 52 除以2 26 26乘以10 260 然後再對時間平均 那就跟剛剛的 算式一樣 對不對 跟第二小題一樣 那答案是 26 平均速度26 這個是 我們剛剛 就跟第二小題算的是一樣 這是 平均速度 那可是 這張圖你畫出來 你也會知道說 其實第5秒 末 第5秒末 的時候 它的 順時速度是26 這個是 V5 那從圖中你就 比較可以看得出來說 其實 其實 如果這條線 這條線 它如果是一條直線的話 那就自然而然會有這樣的關係 就是平均速度 會剛好 就會等於 時間 終點 的順時速度 時間 時間終點就是 今天就是在第5秒的時候 畫了這張圖出來 還可以再發現一件事 那就是 它還會剛好等於 初速度 加末速度 再去除以2 是不是 因為在這個例子裡面 它剛好就是 剛好就是 6加46 除以2 也剛好就是 26 那時間終點的 速度就是 V5 那它也剛好是 26 那平均速度呢 就是我們的 0到10秒 的平均速度 剛好也是26 這個是 等加速度運動的 一個特性 平均速度 等於時間終點的 順時速度 又等於 初速度加末速度 除以2 為什麼要介紹這個呢 因為 啊 順時速度是很難求的 時間終點的這個速度 到底你要怎麼 去測量出來 是很難測的 所以我們 為了要得到 這個順時速度 我們從 平均速度來下手 好 所以 因為 順時速度很難測 那 平均速度比較好測 那 我們如果了解了 它有這樣的關係 平均速度 恰好就是 時間終點的 順時速度 那我們 就可以用平均速度 去測平均速度 去推估 這個時間終點的順時速度了 那要注意的是呢 這個式子 只在等加速度的情況 可以用 因為這個式子 完全就是建立於 這條線是直線的情況 所以 它這個關係呢 只適用於等加速的情形 我們這一題介紹到這裡